嗨大家好 這次我想要介紹我木吉他的音色 雖然說目前我這個狀態的木吉他的音色 不是我最滿意的狀態 還有一些可以調整的地方 但是目前我的器材還有某一些狀態 就先這個樣子 那我先介紹大概一些概念給大家知道 首先我們會有實音器的部分 那實音器我除了這個 Rare Earth Fishman的 它是雙系統的實音器 它除了有音孔的實音器 它這邊還有一個麥克風 然後接著我這邊還有一個是貼片式的實音器 叫Dazzle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邊屁股會有兩條線 那比較特別的是 音孔式的這個Rare Earth 它可以用Y導線去做 兩個雙系統實音器的分軌輸出 所以事實上呢 我的這一條線它是Stereo的導線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是它另外一頭 它就是雙頭的導線 然後這分別就是Mono的導線 有沒有看到這邊是一條黑黑的而已 這樣 這都只有一條黑黑的 這樣 然後 它的另外一頭就是 兩條黑黑的 我們叫Stereo的導線 所以這個我們叫Y導 Y導線啦 因為它就是一端只有這一個嘛 然後另外一端有兩個 然後就有點像Y的形狀 我們叫Y導線 那這樣子有什麼作用呢 我只要把這個Y導線接上去以後 這樣子 這兩條導線就會分別的去輸出我 音孔的聲音 還有麥克風的聲音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我可以分開的去做調整 然後分開的去做處理 我音孔的聲音想要有什麼樣子的 聲音上面的調整啊 或者是一些變化 那我麥克風我要怎麼樣去修 最顯而易見的就是 他們的EQ可能會有不同的調整上面的需求 那這樣子做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各自去過各自的狀態 然後去做各自的調整 所以大家可以先來看到這邊 我的音孔的 這個是音孔的聲音 音孔的實音器的聲音 我就讓它進到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之前的影片有介紹到 我用OC3 去讓它做乾濕訊號的分離 所以吉他的聲音在這邊 然後進來這邊去做調整 然後出去一個電吉他的聲音 然後還可以掛破音啊 或者掛rever 或者掛其他奇奇怪怪的效果 我就用這個電吉他的聲音去做 然後這個BASS的聲音 就是私訊號 這個OC3私訊號的聲音 也是一樣進到這邊 然後去調整它的東西 所以光這一個音孔式的實音器 我就已經讓它產生兩種變化 然後接著這一個是麥克風 那麥克風我就讓它過一個compressor 去壓一下它的聲音 然後再過EQ去做調整 因為主要我想拿來做一些打擊的聲音 高音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吉他 實音器的聲音可以使用 所以我的高音就是沒有保留太多 我只把我要的頻率推出來 再進到這一顆 這顆我等一下再講 所以這邊就會是這樣子一路過來 進到這一顆 就會是麥克風的聲音 接著大家再看到我下面這一個 綠色的導線這一個 它就是Dazzle的聲音 那這個Dazzle的聲音 我就直接讓它進來這一個 Headway EDM1的這一個前幾效果去做調整 那進來這一顆以後 你看這邊有簡單的聲音 EQ可以去做調整 所以你看不論是我的麥克風的聲音 它有自己的EQ可以調整 Dazzle的吸盤的聲音 它也有自己的東西可以去做調整 這一顆調整完了以後 我一樣是讓它進來這一顆 那這一顆主要的功用是什麼 目前這一顆的功用比較像是我彙整兩個 然後統音去做輸出 然後我這邊也可以調各自的音量 去做一些混搭的一些比例的調整 然後它還有一個Send Return的接口 這樣子我可以去把它接出來 接到這一個reverb 所以我等於說我這兩個麥克風的聲音 跟Dazzle的聲音 我都可以去過同一個reverb 等於說我把它彙整進來 加上同一個reverb 然後再輸出 只有一條導線 讓它輸出給外面的PA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來聽聽看 如果只有Dazzle的聲音的話 它會長這個樣子 對就會比較走一些高音的 因為我們有低音這個OC3的聲音 所以低音沒有讓它保留太多 然後盡量讓它走一些中高音的聲音 然後我的Dazzle聲音 比較像是去補一些聲音而已 有把它補到就可以了 我覺得不需要讓它太明顯 我反而不喜歡它太明顯的聲音 然後如果是麥克風的聲音的話 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你就會發現它的聲音比較自然 但是因為我把它的很多頻率都砍掉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讓它做 大鼓大鼻的聲音 OK嗎 所以讓它補一點自然的聲音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打鼓的聲音 那這樣子 它比較只有B音中音而已有沒有 然後高音沒什麼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的Dazzle有高音 然後我還可以去混它的比例 所以我讓它兩個同時出現的時候 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最近這幾個介紹我自己木吉他 音色上面調整的一些影片 大家可以從這些影片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分軌處理 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盡量把不同的需求 讓它分到不同的軌道上面去 做不同 不論是EQ上面的處理 或者是你有各自的效果需要添加之類的 每一個軌道它的作用其實都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只要有辦法把它分軌去做處理的話 它就可以最大化的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最後我們來整理一下 我們目前有哪一些聲音吧 首先是麥克風好了 麥克風的聲音就在這裡 它主要 這要這個大鼓聲音 然後如果是Dazzle的聲音的話 吸盤式實音器的聲音 你會發現它的大鼓沒有那麼給力 但是它的中高音可以出來 然後補一些弦的中高音的聲音 然後接著電吉他的聲音 然後如果是沒有破音效果的話 然後有破音效果的話 我可以加不同的效果 那接著是Bass 我們來聽聽看 然後可以注意到 有沒有 高音是不會被感染的 OK嗎 它是可以分開的 所以我們把它加在一起試試看 我們先聽聽看只有Dazzle跟麥克風 加在一起的話 會長什麼樣子 那如果加上電吉他的聲音 然後是沒有破音的話 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加上Bass的話 就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放一句來自一起 然後如果加上破音的話 就會長這個樣子 最后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介绍 然后也希望这些idea会对你们的音色调整可以有一些帮助 那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对什么主题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或许能为你们做简单 最后不要忘记订阅分享按赞 拜拜